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果发现是颈胸脊椎四股梦流 但是却没有医师愿意往往开刀 还好大林慈基愿有位神经外科医师 愿意帮他栽除肿瘤 摆脱贪婉 重拾健康 让他回到工作岗位 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故事 全妙青原以为腰酸 脚麻只是产后的后遗症 直到走平路也会半倒 才就医检查 他真的很讶异 我不是只有骨刺吗 我不是很单纯吗 结果才发现原来我的疾病 是这么的复杂 从核磁共振检查的影像判断 他罹患了罕见的颈胸脊髓室 管墨流 因肿瘤长的位置危险 不开刀会慢慢瘫痪 但开刀不只有瘫痪风险 甚至可能危机生命 陈妙青四处求医 没有人敢动刀 2016年12月 陈妙青抱着一丝希望 到大林慈激医院 求助脑神经外科 陈金城副院长 种肿瘤其实比较风险 开刀的话危险性是比较高的 肿瘤是长在我们的颈脊髓 第五椎到胸脊髓 第二阶之间 它是长在脊髓里面 长度大概有 将近十号公分 那真正肿瘤的部分 有八公分左右 在它还可以活动之前 开是最好的 不能等到瘫掉才开 它唯一的选择的方式 就是开刀 没有别的治疗方式 我那时候听到 我最觉得说 哇 原来也有医生 愿意帮我开 2017年1月5日 陈金城医师为陈妙青 进行手术 从颈椎第五节到胸椎第二节 在显微镜下 摆出约12公分长的 脊髓室管末流 不仅帮他脱离瘫痪危机 也找回健康与生活 感觉像重生了一样 那不管走路开车 甚至跟孩子 有时候假日可以小跑步 各方面的身体都恢复到很好 从地狱然后又回来到 像天堂般这样 我重新又活过来一样 赶快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文翁 陈妙青 妙青你好 主持人好 陈妙青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妙青 陈妙青 急血肿流苦无一 幸遇良一 获新生 我们妙青的贵人 大龄慈悸医院脑神经外科 陈金城副院长 陈妙青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龄慈悸院神经外科 陈金城医师 脑神经外科 陈金城副院长 绝不放弃患者 手术刀 除病苦 欢迎两位贵宾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首先请教一下这个妙青 妙青 这个 看你说这个冬吹息 幽生 走路还会跌倒 可是这样子中间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生完孩子之后那时候叫麻 我那时候都觉得说只是一个麻醉的一个后遗症 那是后来其实都不以为意 都会觉得说工作啦 酒站啦 这些都是平常人都会麻的感觉 是到真正真的连走楼梯走路都会不小心跌倒 那时候才意识到说 我的身体出了问题 所以才去求诊这样子 一般就把它合理化啦 太忙了啦 生小孩的一些后遗症 后来你怎么处理 其实到那时候我就先到我自己工作的医院 先做检查 那时候医生帮我排了一个核子共证 那时候排 做完检查之后 其实我都想说只是一般的骨刺而已 可能或许是职业病 所以后来就没有说太大的担心 可是到隔天那时候报告 就是我的组织医师帮我确诊报告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是赶快打电话找我 他说你的问题不简单 必须要赶快处理 一般都嘛是等到说 你这个两个礼拜回诊再看报就好 很少耶 这医生就缓假 这情况很少 怎么会这样子 对 因为他那时候觉得我的问题应该蛮严重的 所以他才一直跟我讲说 后续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治疗这样子 但是因为他在后面的解释让我觉得比较惊讶 是因为他不开也会造成我一些功能丧失 那就算开了也会有一些功能丧失 所以那时候我会比较讶异的 就是比较惊讶 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么严重 对 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怎么会那么棘手 而且生产急迫性必须要做治疗 对 所以那时候当下已经慌了 真的喔 对 到底是什么样的病的名称让你这样慌了 这么严重 因为那时候医生确诊到我的疾病 就是叫所谓的颈胸椎脊瘤 对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本身 因为我本身也是医护人员 可是那时候其实在读的教科书上 也没听过这个 在临床上也没遇过 他会觉得说你要面临的问题很多 所以他大概知道了解 对 我就说那如果开刀最差的状况 会什么样的情况 他就跟我讲说或许你可能要面临到 你有些工作必须要暂停 那甚至我的一些肢体功能 没有办法恢复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不平衡这样子 对 那赶快要请教一下陈傅 这个连我们都几乎没听过 颈胸脊髓的肿瘤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 其实颈髓脊髓的肿瘤蠻多的 它只是位置的问题 它讲的是位置在颈胸的位置 脊髓瘤其实很多种 我们会把它粗略地分成 是说在硬膜内 硬膜内 硬膜外 硬膜内还包括在脊髓内跟脊髓外 那它的妙青的比较特别是在脊髓里面 长在脊髓里面来讲 大概两种比较常见的 一种就是四管末瘤 一种就是胶质细胞瘤 那它的片子我看起来像是四管末瘤 那因为它跟那个脊髓的界线 还是比较清楚 而且可以看到一些狼种在里面 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会想到 可能是这样的问题 影像就已经看到了 影像就看到 但是从症状 大部分很多人没有办法在术前 就想到是这个病了 通常是因为做了检查 才会想到看到这个问题 大部分还是以骨刺为最多 所以这个影片中可以 长流的是非常少见 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片子里面 这整条从这里到这里这样 大概有8公分多 所以这个都从颈椎到 这是脊髓 从脊髓里面长出来的瘤 它是水内肿瘤 脊髓内的肿瘤 那这个是开完刀的样子 里面已经没有再看到肿瘤了 那事实上看到这种瘤 如果我们再用另外不同的 系统是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是有一个狼种在里面 像这样的长相 看起来我们会比较 从影像来判断 就比较像是四管末瘤 是 其实听臣夫这样讲起来 一般人听到肿瘤就很害怕 更何况是长在这个脊髓里面 当下医师有没有什么 那时候医师有没有建议怎么处理 第一个那时候其实在南部医院 求证过 其实因为大部分医师都不太 敢帮我开 因为主要是位置高 风险也高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第一个想法 就是我 就是刚好曾经在此院服务过 那我第一个就是只有想到 臣夫而已 然后就回来求证 那其实当时那时候 臣夫其实 他的解释很清楚 他就告诉我说 你这个必须要只能开刀治疗 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讲说 如果他开刀的话 他可以完全拿干净 这个是让我最放心 所以之前可能跟你说 这个可能判断开 对 因为我之前问过其他医师 他们其实都不太敢帮我开 其实就是大家都被拒绝 对 然后很绝望 知道诊断还没办法处理 我赶快请教一下 这个臣夫 臣夫 妙亲来看 你跟他解释这么清楚 就说你可以帮他拿 当初你的看法就这么笃定 有把握 因为其实大部分这种瘤 还是要从影像来判断 但最后真正能不能拿干净 手术中才有办法确认 不过至少影像看起来 它是有界限的 那一般这种瘤 以前也处理过 所以看起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开干净 这种瘤还是要开干净 才算治疗好 可是臣夫听起来一派轻松 当初你的想法是这样吗 其实那时候我是觉得 我已经是 已经寻求很多医师 臣夫这个是最后一位 所以我已经完全就是说 就是相信一个医师很重要 所以臣夫这个其实在 南宫 刚是什么南宫教科书才有看过 就是你刚刚说的 很少见 这个其实如果跟脑瘤相比 如果说是原发性脑瘤 大概十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说如果估下来一年 台湾可能一年只有二三十个病 有这样的病 所以一年二三十个真的是很少见 我问妙卿你愿意交给臣夫 是因为看起来比较直深一点 头发比较白吗 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也是医护人员 其实我会觉得说病患其实在诊间 其实当知道自己生病的时候都很无助 但是我觉得一个医师的解释的病情很重要 因为他的那个讲出来的话 很有让你有觉得有信心 所以我那时候是因为觉得说 臣夫在解释病情上 让我觉得非常的很明了 而且我觉得也让我知道说 后面开完刀后要面临的问题很清楚 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就是很相信臣夫 也就是说其实术前医病沟通 好坏都跟你说可能会这样 所以让你都很了解 那你觉得你决定要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颈椎手术的影片 再跟大家好好聊聊 颈椎是生命的守护神 内含脊髓 神经 血管 一旦手术失败 不是瘫痪造成残疾 就是失血死亡 风险极高 不只患者恐惧万分 连大多数的医师也都敬而远之 我已经都把所有的遗嘱都立好了 包括所有就是一旦如果功能丧失 我甚至连一些安养机构都找好了 所以其实那时候非常的 这种手术还是有可能会瘫痪 如果它的位置更高一点 那甚至影响到呼吸 所以它是会有生命的风险 瘫痪的风险 罕见的颈胸脊椎式管末瘤 是长在颈脊髓与胸脊髓交接处 12公分的管末瘤 长在脊髓内 加上位置再高位 不仅增加手术的困难度 也因为肿瘤越大 需要把脊髓切开的范围就越大 开刀过程中 所发生不可预期 即造成神经伤害的风险相对提高 包括瘫痪 感染 影响呼吸功能等等 脑神经外科 陈金城副院长在显微镜辅助下 四小时顺利将脊髓流清除 事实上肿瘤越大 当然开刀会越困难 因为它需要把脊髓切开的范围越大 那你开刀的时间也会越久 那你在开刀过程中 不可预期的事情发生的情况也越多 你眼睛闭起来有办法走吗 可以 这表示你的感觉恢复了 你看哦 要闭他闭眼睛走路的样子 这才特别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这种手术通常开刀闭眼睛没办法走 我把你的后感觉的那个神经切开了 那你现在要转回来 好 没有 真的很难 整部真的 一年后再回来看 好 整部会等 当我们相信了这个医师 其实医师他背后他所要承担的风险 甚至会比我们病患会压力更大 其实他评估得非常的比我们病患还细 甚至他有时候会不让你担心 这是让我觉得很佩服的一点 陈副 请教一下 这些颈椎手术 一般人听到颈椎手术都很害怕 要割脖子 那到底哪些状况 可能需要从事这个颈椎手术 颈椎手术其实很多啊 像现在比较常见 应该是椎间盘突出 那另外就是退化 或重症带骨化或骨折 那肿瘤的部分比较少 那有些肿瘤的部分算转移的 或者是说 如果像刚我们这个 没关系这个个案是算水内肿瘤 长在积水内 那要不要开刀还是看病理的症状 那假设他的症状影响他日常生活 那有一些一般的 如果是退化性那些 倒是可以做护健就好 但是如果像这种积水肿瘤的话 它会持续 它是持续进展会长大的瘤 所以我们还是有看到 就希望能够赶快处理 对你说起来一派轻松 颈椎推化 这个每个手术 时间长短都不一样 你如果是一般的推化 如果讲说是确件盘突出的话 大概30分钟可以 这么快 但是有些肿瘤 甚至血管病变 到24个小时 18个小时都有可能 所以其实这个手术的长短 然后住院天数 风险 住院天数也都不一样 其实都不一样 对 你都会跟家属患者解释很清楚 其实如果照现在的方式 一定是从头到尾都讲一遍 风险哪些哪些都要讲 比如说 这个积水手术会不会致命 有啊 病人最担心的时候会不会瘫痪 会啊 所以这都是可能的 甚至一手一脚不会动啊 还是感染啊 尤其像这个水内肿瘤 长在积水里面 它的位置又比较高 比如说在颈椎 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 有可能开完刀 万一伤到积水 它有可能会瘫痪 瘫痪也有可能就要靠呼吸器 那瘫痪也有可能呼吸功能变差 可能会造成肺炎 造成生命的危险 那四肢不能动 有可能就是静脉栓塞 甚至造成肺的一个栓塞 造成生命的危险 这些都有可能啊 所以其实刚程副讲了 有了几十分钟 有了比较久几个小时 但是听起来风险其实都 再怎么简单都有 再怎么困难 风险其实都很高 妙婧 虽然整部都说很简单 但你听到这些风险 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 对 因为我那时候 就是医生确诊 然后后来到 臣妇的门诊 看门诊的时候 臣妇也是这样子跟我解释 可是我那时候 其实当下最大的一个心理 就是很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是 就是我原本都 都以为开刀就没事 可能或许功能都还在 可是那时候其实真正要 就是要去面临的就是 开完刀或许会有一段时间 我必须要功能 比如说肤态不稳 然后或者是说我有一些感觉 是比现在会更差 那时候其实听到这样的时候 会觉得说 比较去难接受 可是那时候又要决定决策说 到底要不要开刀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跟先生都听起来 都觉得说好像开 好像也没有生活更好 但是开了又要面临到一些问题 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很煎熬 然后心理上也很无助 但是因为其实还好 因为那时候 发现的时候到真正去开刀 其实当中间只待两个礼拜 因为那时候会觉得说 如果既然事情都面临了 就必须要赶快去找到一个方法 所以那时候还好家里人支持的力量够 然后加上其实我曾经最有印象 在门诊的时候陈傅讲一句话 我觉得让我也是现在回想起来 是最感人就是最感人 也是最窩心 他说你们病患要承受的压力很大 我们当医生的比你们承受压力更大 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真的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 真的就是去接受他 而且要很真相的去面对他 其实事情就不难那个 所以心理很感动就是说 其实陈傅愿意帮你也承担这个风险 不只是跟你讲风险 他也愿意帮你一起承担 这是很难得 所以当下会觉得 很感动这个医生就是没问题 陈傅你当初怎么会愿意想说 只要替患者承担这个风险 因为妙卿其实在南部也找过很多家医院的医师 也都给他相关的意见 那可是好像最终也没有一个决定性的 说要给他做手术的意见出来 那对我们医师来讲 其实这个病我们很清楚 他不能把 你只要一天过一天 他功能越来越差的时候 你事实上你不可能把那些撕掉的功能再救回来 你只能把现在有的功能赶快把它保持住 那所以如果等到他一旦他真的不会走 你在手术他也不会走 因为他这个瘤是很特别的 他开刀的情况是让他的神经不要恶化 而不是让他变好 变好应该是赚到 贪掉 那变败的那是正常 那如果有时就是正常 也是正常 所以很多时候 当你像这种特别的肿瘤 你不能摆 因为过去我太多的经验 很多的病人都在其他的医院 事实上也都有一样的意见 这样讲 病人可能以为没有办法治疗 就在家里等 等到到我面前的时候 他都已经瘫痪了 这个时候对我来讲 其实我即使把肿瘤都拿干净了 对病人的神经功能完全没有帮忙 那这样又有什么用 所以我后来我就想 病人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我还是跟他讲 你要早点做 早点治疗 妙琴 其实我还是很好奇 恢复 其实你现在恢复很快 那当初的时候恢复也这么快吗 那时候开完的第一天 其实还在病床上 然后到第二天 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 我下床的时候 我是连基本脚要穿鞋子都没有办法 找不到位置 因为触觉上比较不灵敏 就是前方刚讲的 可能会暂时会有那个现象 而且下来站的时候会摇摇晃晃的 所以那时候一定要用拐杖辅助我心 就是走路 那中间其实住院住了十天左右 回到南部开始做复健 那时候刚开始都还是要拐杖 可是到我真正比较明显有进步是两个月后 复健两个月后 开始慢慢拐杖可以拿掉 那甚至连就是走路的那个踏地板跟穿鞋子的那个感觉 也慢慢回来了 那到现四个月的时候 复健到第四个月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可以开车 可以就是完全那个肢体踏那个加油板 也比较能够掌控 那其实现在已经开到十个月了 现在其实也回工作岗位上班 也三个多月了 其实是很厉害 那你那时候在高雄的医师 有没有说 这谁开的怎么那么厉害 其实我后来就是转接到 就是自己的究竟的医院 就是继续做复健 那其实我最有印象就是 我当时的那个 帮我确诊的那个组织医师 他就说你去哪里开的 我说我到大林慈祭开到 他说哪里帮你开的那个医师 真是神啊 还用神这个字来信用 那妙心你自己的感受怎么样 我当时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到说 我自己复原会那么快 而且因为其实周遭其实说实在 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案例 我连上网查一些文献 也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那时候觉得说 我只要凭着 就是当时臣妇告诉我说 就是后面的复健很重要 这半年你要很努力做 然后慢慢慢慢再看她的神经的恢复状况 可是每一次再回来 祠愿在臣妇的门诊追踪的时候 每一次我只要看到臣妇一直 就是眼角一直上摇 表示很 看我的恢复非常的很满意 那你其实有没有趁今天的机会 有没有一些话想跟臣妇说的 其实我很感恩臣妇的辛苦 那也就是很愿意就是 就是在我这样子的疾病之下 也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无助之下 他愿意这样子帮我 那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 一样都是医疗团队的人 所以我觉得说真的就是 医师的用心跟一直坚持 真的让我们觉得病患 会长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这样子 谢谢臣妇 臣妇 那你有没有这个 妙卿现在恢复很好 有没有要叮咛她的 要再注意什么样的 基本上这个瘤开得虽然干净了 可是还是要回蛮床看 再追踪 患者希望这个 医生总是要患者重回工作赶快走 也还是定期回来 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回来就像朋友一样 聊聊天看到这个 恢复的状况很好 也是会一种很开心 感谢两位来到节目现场 这位人说要感恩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